我听我同事说你是从北京来的 对啊 你怎么会想到来苏州买房 我在北京待了10年 不管我怎么努力 我真的是买不起北京五万那套房子 就有时候想一想 也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我想了一下呢 换一个城市 在去年的时候我来苏州旅游过一次 我觉得这个城市挺好的 就想着来苏州定居 以后生活在这 上有天堂下有苏黄 不是说的好吗 上有天堂下有苏黄 再给你配个媳妇 哎呀那你你给我介绍一个呀 呵呵 在苏州 找女朋友 你首先得有一套房 啊现在不是真的你带我看吗 你是网红吗 没有没有 我是那个 我就喜欢记录 本来我想拍你 但你不让我拍 所以我就出来呗 你长得丑 别别别别 没有你长得那么漂亮 你就谦虚了 谦虚了 这个小区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 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纯阳房小区 纯阳房 晨阳房低密度小区 整个小区的房子总高只有11层 这一瓶多少钱这边 这个一瓶现在已经交房了 当初开盘的时候25,000的单价 然后我现在呢 现在 一楼的单价大概在22,000 23,000 你那个同事上次带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建发那个房 我觉得那个房挺好的 但这个的话感觉有点偏 你看那边都是感觉焦去了都 那不是偏 那个是规划用地 那边是后期的学校 这边啊 对 那边是后期规划的学校 真的会讲会有学校吗 真的有学校 真的有 真的有 学校医院有吗 医院 9院啊 9院 就从这里开过去就10分钟的路程 开车过去10分钟 骑电动车过去10分钟 那还行 地铁呢 地铁出门就是地铁口